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 中国大陆四大AMC华融 信达 东方 长城的年报显示 中国华融 2017年净利润265.88亿元人民币 夏同 同比增长15.1% 中国信 达 2017年净利润达 181亿元 同比增长16.8% 中国东方 2017年净利润123.5亿亿 同比增38% 中国长城 2017年净利润106.31亿元 同比增长18.54% 与四大AMC净利润两位数的增速相对照的是 26家A股上市银行 2017年净利润平均增速保持在各位数 中国华融董事常赖小民 被调查 再次引起舆论对AMC的关注 4月17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 网站发布消息称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赖小民个人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接受调查 官媒报道称 这成为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和属办公后宣布的第一个金融大案 赖小民在金融业工作多年 在华融工作超9年 其兼华融从原来的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成为集银行 证券 基金 信托 租赁 期货等牌照 于一身的金融控股集团 截至2017年末 华融总资产达1.87末亿元 逼年初登场32.5 就在赖小民被查之前 中国元保监会主席向俊波 涉嫌受贿被公诉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王银成 受贿案开庭审理 此前 中共当局首次将金融信贷作为LDQUO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 而DQUO 意味着金融领域的反腐将向纵深发展 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 华融之前风格激进 包括在A股上市的乐视网 神物环保 宝千里 都以股权赤压的办法 从华融拿到了巨额资金 现在风险都要暴露出来了 中国信达也曾连收13张罚单 收购金融机构 非不良资产成为其违规事实之一 好资产夹杂 在不良资产 中低价借卖 在中国金融行业中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普华涌到中国北方区金融业主管合伙人朱宇表示 不良资产的流转过程 存在监督机制的缺失 需要监管制度的跟进 除了四大AMC之外 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AMC 承担住化解地方金融风险责任的地方AMC 过去两年因政策松绑快速扩容 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于发展隐忧并存 据路透报道 一位监管官员表示 中国银保监会相关部门 正在起草关于AMC发展的规范文件 以规范AMC的业务发展 监管对AMC发展一直是鼓励的态度 但AMC的牌照不在于多 而在于已经获得牌照的机构能否实质性参与 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坚守主业 一位地方AMC高管对路透表示 感觉事情来得有点突然 估计银保监会可能希望借此机会对AMC行业全局性摸底 也不排除前期有一些AMC已经暴露的潜在的风险监管 需要全面摸清风险底数 比如出现潜在的股东纠纷以及流动性风险 中国大陆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 去杠杆的路还很长 现任中国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青在三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接下来的重点是要把杠杆率降下来 企业部门 政府还有居民家庭的杠杆率都需要降下来 中国央行刑长一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年会上一表示 当前中国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 包括企业部门的杠杆依然较高 部分国有企业的杠杆居高不下 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题 居民部门杠杆率较快上升 都值得关注 不过 作为最赚钱的金融机构 AMC的风险愈发突出 华融 新达 东方 长城这四家公司 1999年开始处理商业银行 账 墨益元不良资产 十年后这些消化不良的LDQO 坏账银行LDQO 届市长话把更多账单塞进国家手中 如此年转腾挪的后果 使坏杖不减反增 全体中国大陆民 1999年转账银行 账银行 账银行选